松山足球俱乐部与iParty体制能学院 与基勇市暖暖区联合举办暖暖闹着玩活动 邀请基勇市民们共襄盛举 一同享受足球有氧运动的乐趣 为避免孩子在暑假期间过度沉迷于3C网络世界 暖暖闹着玩活动由两位不同领域的专业体制能教练发起 鼓励孩子们放下3C产品与家长携手走出户外 体验亲子运动增进家庭感情 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蛮有意义的 可以做公益然后来这边学踢足球也是对小朋友活动很健康这样 其实我们创办这个活动除了让大家一起运动之外 我们更希望的是在暑假的期间 能够创造出亲子之间不同的回忆 在暑假的时候太多就是家长还是要上班 所以请小朋友在家滑手机 我们希望借了这样的机会 能够让大人带着小朋友走出户外 小朋友在松山足球俱乐部专业教练的带领之下 不仅用足球与家长做热身互动 也进行在球场上奔跑 将方才所学的足球技巧应用于团体竞赛当中 最后由iParty体制能学院教练 带大家进行长达90分钟的有氧运动 充满日日感的音乐搭配简单易学的舞蹈动作 让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今天来这边玩觉得好不好玩 那有没有交到很多新朋友 那以后需不需要还有这种活动 想要帮助这边定内的教会的青海小朋友 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发想 把足球跟有氧舞蹈结合起来 那在暖暖这一区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在暖暖这个地方 生活工作也自产在这里 那因为我们在这边有教一些幼儿园 那想说从暖暖这边 然后慢慢去推广 让亲子啊小朋友慢慢爱上足球这个活动 非常高兴在我们暖暖这个地内的这个风雨球场 有这个机会举办这个暖暖闹着玩的这个足球活动 进我们的社区的一些环境 包含我们现在的体育活动 让我们在地的小朋友 有一个非常好的空间跟活动可以来参与 这是我们现在最关注的事 希望我们接下来可以延伸到七龙市的其他各区 让每一个区域的小朋友都有一个快乐成长的一个暑假 请看藉由这样的活动 促进亲子之间的温度 让孩童在暑假期间放电 也能有更多民间运动团体 带着基隆孩子闹着玩 公民记者张荣轩 基隆市暖暖区域参谋报道